放点米饭吧 这两天我也没怎么做饭 前两天买的菜我都没动 就吃了一点零食呀什么的 还能吃一顿 差不多哈每个一顿 不到一顿 还有 反正是一点点吧 又耳朵米 差不多哈 就这点水 看看今天晚上要吃啥 小瓜 土豆 把这个 小瓜吃了还土豆吃了呢 吃小瓜吧 这个没有土豆耐放 土豆可以再带两天 这个我估计放不住 再放真的就放坏了 没有水 稍微沉一点 因为肉不好带嘛 这里还有几顿火腿肠 把这个火腿肠 当肉 炒菜 想买肉的话必须去乡镇上 我这两天又没走 所以说 吃这个也行 没事的时候 路上就多备一点火腿肠 来放 米饭已经蒸好了哈 炒点菜 好了 打火机 没气了 我也没带备用的吧 以前有个备用的 丢了 我还有火石 确实是没有备用火机 但是我有火石 我 从来没用过 我这火石一直带着 今天 算是派上用的 我都再买个大火机 就行了 这火石的话 高原用比较合适 其实下面用也行 看怎么使用嘛 OK 有点会硬 这个火石 好 我们再来 再继续 点击 再继续 全部 加点盐 忘了买盐 明天就买盐了 今天忘了把这事情 因为这两天没做饭 加点味精 把这个收起来 还是挺方便的 进行打火棒 OK了 有点烫 已经可以了 就是火腿肠炒小瓜 米饭还行 感觉今天蒸的挺干的 是半锅米饭 放点水泡着 等一会好刷锅 泡一下比较好弄 要不然沾到上面 弄也弄不下来 这么一锅 可以啊 真香 再注意一碗 你家早上说吧 我看好像后面全都是山羊 全部是爬山 爬就爬呗 没办法 没有其他的路 哇 出完饭 休息休息 观景真好 都不想走 大家要是五一暑假 然后出来玩的话 假如来这个观景大道 这边 鱼奥奥古堡 过来打个卡 哎呦 今天晚上打雷下大雨啊 正好帐篷 这个位置稍微防点雨 但是也还是能吹过来 都已经吹到帐篷上了 楼梯还一直往下面流 哇 没想到今天这个雨这么大 花花的 这应该是 比中雨还要大 哇 就这样吧 出在帐篷里 东西不说的话就扔在那里吧 嗯 外面还打雷了 雷声特别的大 今天晚上要不是有这个 小标堡在这边露营能防雨 无忌 在外面露营什么都淋湿了 雨太大了 嗨 嗨大家好 已经在这边待了好几天了 这几天的话 因为阴雨绵绵的 天气一直不好 也没怎么往前面出发 今天的话 准备说说东西 然后前往赤西镇 一共十几公里 也是在海边的最后一天了 浙江省的海边 昨天晚上下大雨嘛 也没办法 装备全部淋湿了 我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水里睡了一夜 我现在需要把帐篷拆了 晾一下 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收拾一下 就准备出发 今天路程也不是很远 嗯 不到二十公里 还能去那边海泉再玩一天 今天的话 肯定还是要找一个那种好的录音地 就比如像这样的 能防雨 因为今天还有雨 哎哟 全是水啊下面 对吧 这个锅刷出来 因为蒸米饭嘛 一开始它不是太好弄 刷不掉 我泡了一页 泡了一页用这个 毛刷一刷就行了 好 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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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都已经装好了 出发 这里就是大鱼和赤溪的交接处 现在已经进入赤溪 今天是周末 好多来海边玩的 这个季节来海边挺凉快的 还不是很热 现在要是在西北的情况下 我估计啊 现在都已经很热了 海边空气比较湿润 这个季节还挺舒服 我发现了一大片露营地 这为装修完成的磨皮房 挺好 但是还没到目的地 有点可惜 这个下雨 你去下雪也不怕 这里是龙沙香 沙坡特色海鲜 吃点东西 饿了 我找了整个箱 就这一个饭装 吃饭老板 有什么吃的 饭 饭 饭这不丢 嗯 饭这不丢 有面吗 没有面 饭也行 饭也行 什么饭 哦 米饭有菜吗 哦 盒饭 哦 好几个菜 饭 多少钱一份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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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一份吧 十五块钱 一份快餐 豆腐炒肉 还有鸡蛋 还有这个也是豆腐 还有豆皮 这边啊 一些村还有镇 鱼室比较多 像刚才过来的这个就只有鱼室 我好像是没看见菜式 但是有的小村子它都有一个小小的鱼室 可能这就是海边的小鱼村的生活 这边直接搞养殖的 应该就是海水养的海鲜 休息一会儿 这边有个卫生间 方便一下 随便洗漱洗漱 昨天晚上下了大雨 整个山现在都被雾气包裹着 晴天了嘛 它蒸发的就比较快 感觉山顶就像在云里一样 内半岭1780米 前面就是赤溪港特大桥 这个方向的话就是前往赤溪镇的 我不打算去赤溪了 我打算延二八一直走 走到和福建交界的地方 过桥了 那边有房子的地方就是赤溪镇 我们在那边看到了 这个方向是没有赤溪的 不够来的 我们在最后一面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看到了 这里面有好夹处 所以就适合了 多客人的地方